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地偏激现在 给他说一句事 他就非常地火冒三丈 比如说呢 比如说吃虾 我刚吃一口 正好咬着了虾尾 肉多的地方 我就吃了两个 正好虾头就在碗里边 他过来准备吃的时候 他就说你 不会把虾头留给我吃了吧 他就以为我真正的是 故意把这虾头留给他吃了 不是咱这盘里就两只虾吗 不 一共是八只 我刚吃了两个 我不是把所有的虾都吃完了 把所有的虾头都留给他 不是这样的 当时吃的时候 就是他先吃的 我在玩手机 然后我玩手机的时候 他说老婆你过来吃虾吧 你别玩了 我给你留的那个虾头 你看 那个虾头上面还有肉呢 这不就是个玩笑吗 夫妻之间的 我盘里不是还有六只虾的吗 他也不是开玩笑 他就是说 很真正的说 我给你留了虾头 我现在就问你盘里 是不是还有六只虾 有 那不就完了吗 哎呀我的妈呀 这这 这好好 这这我接着听 我有兴趣了 类似的事还有吗 还有很多 你再举个例子 我们得 我得找找 为什么这么极端了 你知道 这怎么回事 还有比如说吃排骨 吃排骨 排骨 他说有那个 他的印象中是 有那个金银排和 边边那个叫什么 金银排 我就吃了一两个吧 他就说 你不给我留 好的那个金银排是吧 你不把这个肉多的 不好的那个部分 给我吃是吧 他又因为这个 又生气了 那你不能光挑 金银排吃吧 你给我留枪排 里边还有啊 老婆你快过来吃 你看我多疼你 我给你留的全是肉 我结果一看 全是枪排 你把金银排全吃了 总共才几个金银排呀 一共好几块 那好多肋骨 就像人的肋骨 我不可能 全部吃完吗 对不对 你不是全部吃完 是 但是你这个行为 就是不对 很自私 已经表现出来 你的自私 不是 咱现在是个什么年代 喂两块排骨 和一条虾 咱的 咱生这么大的七姑娘 还有啥 还有就是 在我们办完婚礼之后的 第二天 准备回他们家 去看我他爸爸妈妈 嗯 但是去火车站的路上 是看我的爸爸妈妈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丈母娘 对 你不要说错了 去看我们的丈 我的丈母娘 她的爸爸妈妈 对 在火车站的时候 我的妈呀 就这样 因为一件小事 他就 又火冒三丈 就 又撒泼打滚 就像那种泼妇一样 不是 因为什么事 这个 你让他从头说吧 那我问你 你在我们结婚之前 你见过我爸妈吗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你见过吗 我们领证确实是 他偷偷地拿 不过本出来 这个我确实很感动 刚谈恋爱的时候 他愿意花时间 就是在外面等我 等两到三个小时 他都愿意等 嗯 然后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男人值得去相信 值得去珍惜 我就没有经过 父母的同意 我自己拿了身份证 去领的证 嗯 跟他领完证之后呢 他也对我挺好的 但是我们的婚礼 可能办得比较晚 我们是2022年的 二月份领的证 然后我们办婚礼 是在今年的 2023年的1月11号 嗯 我领完证半年之后 我父母才知道 我父母说 你是河南的 他是山西的 你一个女儿 嫁得那么远 我不放心 你怎么就做 这种决定呢 嗯 我说我认为 我已经30岁了 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如果再拖下去 万一我说 我们两个分手了 可能我找不到 像他这么好的人了 嗯 父母也没说什么了 而且他可能 这个人嘴巴比较甜 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父母 但是开视频的时候 他会很开心地去叫 哎呀 妈妈好 妈妈好 然后我妈就觉得 哎 这个人挺好的 所以就特别地中意他 那你们婚礼为什么二老不来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在家里面都开始咳嗽 开始发烧了 不能来 1月11号结的婚 嗯 但是我们就说订了票嘛 1月12号回家的票 嗯 结果呢 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他妈妈打电话说 姥姥去世了 说你们要回来吗 他就听他妈 他想回去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要不你自己回去 我当时就受不了 昨天刚举行婚礼 今天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去 他就觉得 他的家人更重要 我的家人不重要 后来我跟他吵了一下 他窝了一肚子火 然后就到火车站陪我去了 行 去 去了之后也不跟我好好说话 跟我怄气 也不理我 行 后来回家了吗 见到你爸妈了吗 回去了呀 怎么样 我闹了一场呀 闹什么 我在地上撒泡打鬼呀 你在哪个地上撒泡打鬼呀 在火车站 他就不管我 扭车就走了 东西也不拿 就让我一个人愣在那了 其实当时我是很想出去拉他 但我已经进闸了 工作人员看着 确实不太好看了 越哭越大声 所以他把闸开开 我才出去哄了他 说咱们马上 其实那临近开车点了 我说咱们不要误了车 咱们既然决定 已经决定回去了 咱们就赶紧赶上这档车 在车上好好说一说 好 不要把这个再闹大 我也就给他承认错误 他就不让他太生气 他后来就慢慢地 慢慢地 没有那么生气了 好吧 还有什么样的事啊 让你受不了 现在在备孕嘛 他老觉得我老当不起 这个父亲的重任嘛 因为我在北京生活不稳定嘛 作为一个歌手 但是收入其实也还行 只能够支撑在北京 你是酒吧助唱还是各种 各种商演 都有是吧 对 全是慢慢演着呗 对 所以我就这么想慢慢来嘛 凡事都会有个过程 所以我也给他承诺 我说以后会给他 非常好的一些生活 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我就想着能不能 我去哪里演出 带上他去另一个地方 也去看他风景 放动放动心情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宝宝 以后咱们能幸福地 一起过下去 是这样想的 你带我去哪里过游 北京所有的都去过来 出过北京吗 咱们以后慢慢 有时间了再去 我肯定承诺你好吗 我不知道我跟你结婚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单身的时候 我自己随便想到 哪里都可以去 有产玩水 可是跟你在一起之后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都没有了 你说你现在三十岁了 你要孩子 你怎么要孩子 一逛超市就跟我闹着 老婆你给我买零食 我真的崩溃 你见哪个男的 天天拉出自己老婆 到超市 让那老婆给他买零食吃 那你也不成熟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爱好 我觉得你得允许一个人 有一个爱好 你的爱好太广泛了 我也很爱吃零食 真是好奇怪 我包里面全是零食 怎么了呢 我们怎么就不成熟了呢 所以你进超市 你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天天到超市 就是闹着吃零食 我说你吃点水果不行吗 不行 你自己身体又不好 你不关心你自己 别人替你关心你还不乐意 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这媳妇可以啊 来来来 好好好 这是她不成熟是吧 您接着说 很幼稚 就是到现在三十岁了 不敢一个人独自睡觉 还带人陪着 天天看股票 夜里 做梦跟别人打架 我在旁边睡的上来给一拳 我老遇到这种事情 她还可无辜了 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我做梦跟别人打架 你让我多痛苦吗 我说你痛苦 我上来挨你巴掌 有科学研究 做梦跟别人打架 不是因为看苦 因为看多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因为日常生活 神经绷得太紧 周围的人给他压力太大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 这是你说的吧 他自己还没说呢 不 我刚说是科学家研究的 你就来 这是我说的 我的妈呀 这备运备的怎么样啊 兄弟 还在努力中吧 先把这个矛盾给解决完 我觉得在 就别努力了 方向错了 越努力就是越退步 你知道吗 这还得了 还有啥事啊 她太懒了 在家里边 我做的都是女生做的事 我拖地 我洗衣服 我做饭 我洗碗 对 所有的衣服整理 什么事物 家都是我做 你说的是 你工作没有的时候吧 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有工作 我出去工作很辛苦 你在家里做这些事情 很正常吧 现在你工作辛苦了 我现在工作轻松了 我在家里做这些事情 你做了吗 我忙的时候 我也做 这是共同分担的事情 我不觉得这是懒惰 合理分担 好 我希望咱们俩 共同分担好吗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啥让你生气的 她没有担当 遇到事情 她都是把我往外推 比如说什么事 她有一次 我们一块 她就是朋友 约她说去KTV唱歌 然后当时刚好赶上十一 我们两个两周年 就是认识两周年 谈恋爱 今年日我就说 咱们今年日 咱们去逛逛街 庆祝庆祝 但是可能那天逛的时候 时间有点久了 然后我说 你就去唱歌嘛 我说你不用那么准时 对不对 然后那天可能就晚了点 到了之后呢 她就很生气 她就觉得 因为我 她迟到了 她脸上挂不住 她就当着所有的脸 大声地喝车 都是因为你 不然我早就来了 你赶紧给我喝酒赔罪 然后我就 没办法了 我自己在那喝酒赔罪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 我说我们今天逛街晚了 就是来晚了 我说实在是抱歉 然后我就给那个 祖局的那个朋友 发了个红包 我说实在不好意思 我说我陪你道歉了 结果她跟那个朋友 就发消息说 她说全都是因为我老婆 我老婆这个人特别烦 磨磨叽叽的 要不是因为她 我早就到了 不至于迟到 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男人没有担当 出了问题 都把自己老婆往外推 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单纯地去唱歌 因为这个局势 我一个朋友介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有时候我都想不到 好 那明白了 所以今天先生来说 我们在背孕 我希望妻子能够有所改变 对 好继续生活 如果她就改不了呢 继续感化她吧 我说什么 能够先理解我一下 听我诉说 说完 然后你再生气 也来得及 不要那么一点就着那种 就行 你现在对她的一些行为 你到底是在忍 还是 所谓你说的 想感化的 其实算是包容嘛 也不算忍 那我重新问 我就没想到这个词 你看 就是 你觉得你现在对她的这些行为 是在包容 还是在忍 这个之间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包容是我一笑而过 我就是为了某种东西 你先问那个 把麻生了 你看我这么收 你把这儿围了围 那不会 我娶个媳妇 花那么多钱 我不容易 我得忍呢 那虽然没那么想过 那肯定就是包容了 好 包容 你对她的行为 到底是包容还是忍 我对她的行为 是理解吧 啊 理解 理解 我不能包容她错误的行为 我只能理解 你看你话说得多有水平 我不能包容她错误的行为 我只能理解她错误的行为 理解之后呢 理解之后 就是跟她去讲道理 希望她改 哦 那这个话应该是这么说 我完全不能容忍她错误的行为 我是要改造她 我没有要改造她 我也希望她能够就是 对我好一些 态度好 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做 但是你的一个态度 一句话能够暖到我的心里 我就够了 行了 理解了 希望妻子改变 对 好好过日子 对 对吧 对 希望丈夫像从前一样的 能对你好一点 然后好好备孕生娃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行了 各位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她挺好的 哪好 挺善良的 心里挺善良 善良的女孩不应该是说 哎 姥姥过世了 那咱们这喜事往后放放呗 我先陪你回去看姥姥 然后看我爸妈 咱们这儿不理想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歌手觉得自己找到这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然后那个歌迷说 哪怕你没有钱 哪怕你什么都不会 哪怕你什么都给不了我 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结婚 所以我去偷了户口本来跟你结婚 故事很美啊 但很好玩的一个事情是 两个人结完婚之后 突然之间那个歌迷发现 你不再是那个光彩耀人的 在我心中那个大明星了 你回到家里面不也是凡夫俗子吗 既然你是凡夫俗子 那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好的生活呢 你不仅不能给我好的生活 甚至于连我幻想当中的 那些美好的爱情都不能给我 那个歌手想 你不是崇拜我吗 你不是无怨无悔吗 你不是那么善良的愿意 跟着我一辈子 哪怕什么都不要吗 为什么我现在做的一点点的事情 你都能挑三拣四呢 你知道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们爱上的是光环当中的对方 但得到的是光环 退去之后的生活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东西 你就是在抱怨吗 怨天怨地怼人吗 对不起你们输了吗 你们这一把鸭输了 堵的是内心的幻想 那幻想是必然破灭的 就是你们在看到的那一瞬间 已经是高光时刻了 烟花大会结束了 现在就是打扫卫生 扫去吧 现在就很简单 要么就是相互支撑 重新去建立下一次的烟花大会 建立下一次的高光时刻 要么就姑娘 咱认输 转身走 你现在还年轻 再换一个 也能学 天天吃大虾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敏娜老师 谁说不能离呀 当时不就是偷偷结婚的吗 现在不就偷偷离一下 不就玩活吗 所以现在 其实怕偷偷离婚的人 是丈夫吗 因此丈夫才希望你能够怀孕 而不想怀孕的人 其实是您嘛 您在生活里头制造出一堆的事情 其实只为了服务于你自己做的第一条假设 这个假设就叫做我要离开他 我要离开他 因为他是一个吃虾都只给我留虾头的人 我要离开他 他是一个吃排骨都挑最容易剥掉的排骨的人 我要离开他 因为他让我要房子没房子 要车没车 生活得如此潦倒 一个90后开始过上了 每天在这里数着钱过日子的人生 你嫌弃他吃零食 真的是因为吃零食对身体不好吗 不 是你穷你不配吃 家里有饭你不吃 你还要去开销这么一笔 你却不知道把零食钱给存下来 好去给孩子将来未来做一个投资吗 所以你在你的老婆心里头是样样无能 既然样样无能离开啊 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得必须满地打滚来 让他嫌弃你 把你一脚踹开姑娘 你也没必要把你好不容易靠自己 接受了大学教育 靠自己学会了接人带物 但是跟他结婚之后 你却又变回了那个三岁多 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滚撒泼 不管地上脏不脏 周围人怎么看的你 你为啥要这样啊 居然这个样子快一点离开 别试错了 谢谢敏娜老师 同为男人就说几个原则好吧 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在我眼里 这个女生的几个事 发生任何意见 是必须离开的 想都不想 不管是情感到了哪一步 是绝不可原谅 不可饶恕 第一件事 成年人在公众场合的撒泼打滚 我认为是性格缺陷 我害怕 我一定会离开 我说的是我 不是说他 就是作为分享 就是我们看你 当你碰到有极端性格人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不仅仅会伤害你 他是先以伤害自己为开始 最后伤害你 这个是挺可怕的 姑娘你这个要修正一下 不能这样 第二个原则 一个没有同理心的女人 是一定要离开的 为什么 就是这种女人 到人生的一定阶段 因为她达不到某个目的 她会害了你 及你周边的人 因为在她的心里是没有约束的 这个特别可怕 叫没有敬畏 你的姥姥去世了 正常的教育下的反应 和有同理心的人 一定是说 老公 去看看妈妈 明天再回能怎样 就是第二件事情 搁在我这绝对过不去 因为她是自私的 她的世界里面 我是一个最放大的 最膨胀的 我是看小事 我不看大事 至于女生 我没什么好说的 离开 我觉得这段关系不好 把两个人所有的丑 全都计划出来 你们也可以考虑 陆琪老师的方案 要不然你们就互相支撑着 为彼此叙口气 孩子先别急着要了 你以后还会撒泼打滚 太可怕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怎么说呢 在认识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happenedНDavid 初生的一个Sea L od 他们学 Ninja 第一 begin 人家已经 啪啪打你的脸了嘛 对吧 不是我挑拨 你说的人是改变不了的 人家直接说了 我们才三十岁 人是可以改变的 您预测一下 那我还预测啥 我不用自己打自己脸 还预测一下 就双初吧 都打完我脸了 祝他们幸福 肯定是双初吧 还好他们还年轻吧 还能再做几年 其实对于这个姑娘来说 我觉得关键在于 如果你不懂得 看到生活里面的幸福的一面 只看到生活里面不幸的那一面 永远都不会开心的 你看这就是标准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一个标准的那种 闹式的演变 宁娜老师 男出女不出 为啥 我觉得姑娘家教欠妥 但可能可以靠后天 努力修正自己 不是你咋说的都没底气了呢 越说越心虚 来看看人家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一面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 请先这 谢谢老婆你出来 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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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